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前在你们节目有讲过 我刚嫁给我老公那时候 刚结婚那时候非常辛苦 所以我第二年我就开始出去工作 就一直工作到现在了 工作 我嫁给他26年 我工作了25年 哇 而且出去工作还是我妈妈跟我说 你一定要出去做事 这样子 你妈妈 你本来在家里也是早上明珠 也是小公主的 对 那你嫁过去你爸妈也没有 哎呦 我怎么跟你说 你都不要惹 那时候爸妈也不知道 不敢讲 就是爸妈看到我老公光鲜亮丽的感觉 因为他那时候的确是还蛮红的 对 所以就觉得说 女儿嫁过去应该蛮好的 你这婚姻根本就跟现在的柬埔寨是差不多 对不对 你就去了 然后我老公当时求婚来我家提亲 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只要有一口饭 他就会让我先吃 这话说得很有诚意 他问题是他真的只有一口饭 对 他真的只有一口饭 然后他自己吃九口 然后我就是那几年 就是一下子从小女生 然后当妈妈 当老婆 面临这么多的生活困境 然后出去工作 我觉得我就是 在那段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因为洁癖很严重 比如说我那时候出去工作之外 我回到家要照顾孩子 然后家里要弄得一尘不染 所以到后期你知道我老公巨蟹的 又是一个随语而安的 所以我那一阵子我连内裤都要烫 你会有一种心情不好的发泄 你会烫内裤 烫袜子 然后晚上突然会去刷 儿子房间的墙壁油漆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有一点 有一点忧郁 有点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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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压力 有点有苦没地方说 对 就自己跟自己在那边 对 然后靠做这些 靠这些把衣服烫到很平 我就觉得好开心 但偏偏我老公又是那一种 他就是 懂吗 就是我每次探很平之后 他可能要开抽屉拿个T恤 因为不能怪他 他从小环境就是这样 他就会开始翻 然后有时候我工作回来 一打开抽屉 看到衣橱全部乱的时候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就会哭 你不是俩勾 不是 他不是那种型 他会自己哭 自己吞 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忧郁的那一种 我就会开始哭 哭完我就开始想说 为什么你都不会稍微翻 就是整齐 那我这样要求他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连衣服都不能 随意翻 对 所以那一阵子 我就非常的忧郁 常常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 你不能这样子 你一定要把你的90分降到60 70 他不然你会生病 所以你还那阵子 还真的有点生病 有点晕眩啊什么 我后来就是 慢慢的在调试自己 但你知道真的很难改 因为你的一个生活环境 一下子改变太大了 然后我就有一阵子 我就一直觉得好像 自己好像又怀孕了 因为我一直在晕眩 一直反胃 然后我NC又不来 是 我就想说 是不是又怀了 然后我就开始去看妇产科 妇产科医生就说 余小姐 我建议你去看耳鼻喉科 她说你没有怀孕 她说可是所有怀孕的症状 我都有耶 想吐晕眩 然后NC不来 她说你去看耳鼻喉科好了 然后去看耳鼻喉科 那个医生就说 我是整个免疫力下降 然后就是整个抗体变弱 然后变成内耳平衡失调 她就给我吃药 她说你一定要放轻松 她说你不能够给自己 这么大的压力 可是你知道真的很难啊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 我为什么要改变自己 我就是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干净的家 一个很整齐的环境 我回到家我才会很开心啊 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 有一次我就发现我的胸部 有一些分泌物 那我就开始问周边朋友 这边朋友就说 你可能是再度发育 那我就想说再度发育 那也蛮好的嘛 对 然后我也没管它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工作结束回到家 把衣服胸罩一脱开的时候 整个胸罩前面都是血 我就整个吓到了你知道吗 就开始大哭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就马上到医院 他就开始帮我做检查 他就说看到里面乳管有长一个东西 他说但是它是不规则的 他说但是他们还是要做进一步 去乳管穿刺去检查 把它取出来化验 然后那时候医生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你压力很大嘛 然后我在想说 这话一问 真的是直接戳到痛点 压力很大嘛 你就啪 对 那我就开始哭了 他就说 他说 其实你知道很多女生 因为胸部在靠近心这边 他说很多女生就长期就是 可能很多压力就是会闷在心里 他说你知道闷闷闷 其实有时候会闷到就长东西了 我妈妈当下就很气 我妈就指了我老公说 如果我女儿有什么就是你造成的 妈妈心疼女儿嘛 看结婚 还好后来就是做乳管穿刺 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是良性的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能在这个样子 我说如果我真的给自己压力 因为这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你要求你自己都要到九十一百 你哪一天万一真的怎么了 你走了 是 那你做的这些都没有意义 对啊 所以你就跟自己对话嘛 对不对 我跟自己对话 所以衣服以后不用折了 不用折成专柜的样子 把它直接摆成菜式一件十块的样子 没有 我后来真的就改变了 我就是再也不开他的衣柜了 就是我可能衣服摊好 我就会放在旁边 那他自己会装进衣柜 那我也不看 他要怎么塞 他现在还是一样 他现在有时候怕我会去检查 其实我已经不检查 他就会把这一个礼拜穿的 通通塞到那个挂的下面那个洞洞 他就每天从那个洞洞抽衣服 穿完再塞进去 那他的衣柜就是干净的 什么装啊 像小孩子会把穿脏的放在棉被里面 我老公就是这种人 眼不见为尽的 想想看一个处女座的老婆 嫁给的老公是会塞进洞的 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没关系 我让自己开心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日子 所以我就 那一刻我就改变自己了 是 有时候要 你要与其要求改变别人 那有点难 是 吵不完的架 对 不如改变自己 但是我们这边问一下阿美老师 什么子卫命格的女人啊 她能够成功的兼顾家庭跟事业 说起来是很棒 可是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 算是 算是苦命的一种 是 其实我不知道看你们 从什么角度来看 因为在命格上讲 你能够兼顾家庭跟事业 就代表说你等于24小时不得闲 就是有能力很强 对 但是很辛苦 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看我们的 命盘上的公位呢 就看到命工 你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 這樣的特质 其实反过来说 等一下上榜的前三名 代表意思就是说 你除了可以扛得起 可内可外 但相对来说 你自己的能力 也会比一般的来得强 我可以扛得起 所以帮我找一下 来宾可以帮我拿你们的命工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我们每天就是那种六点起床 不到七点 带着孩子出门 而且你还要很早起来 还要把他们叫起来 因为每天领口 你知道那个叫我多塞 我们要算好时间 所以我们家小孩永远 都是那种全校数二 数三 找到的那种孩子 因为我还要立刻再奔回摄影棚 因为我那时候的节目 摄影棚要关注 所以我立刻还要再 天哪 领口 公馆 然后关注 对 然后 救命啊 你这样多久了 你这样多少年 十四年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来 第三名是 如果你的命工上面 是有巨门这颗形象的话 刚好我们静怡姐上面 是有巨门 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巨门这颗形象 天稀巨门 静怡 是苦命的女生 我听她就好像流泪 她就讲了这个事情 又很想哭了 她可不是那种每天 一个少奶奶型做指甲 做SPA 洗头烫头 不是那种 对 我们特别来解释一下巨门这颗形 为什么她是第三名 巨门这颗形 在星象上面 它有一种竞争的含义 所谓的竞争概念 就是说呢 她会把事情想到最糟糕的部分 她是暗的 也就是她做到任何事情 不管是顾到家庭 不管是身边的小孩 甚至是工作 她任何事情都会想到最糟糕的状况 举例 我如果这一次上台 我表现得不好 那我会不会下次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没有跟篤林哥打招呼 我是不是下次就会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巨门 在进到一个场合 在人面前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所以巨门是一个不管面对到家庭 在事业上面 内心都无法轻易放下的人 所以一旦的命宫上面有巨门 你会发现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点小心翼翼 甚至有点包袱 甚至有点紧张 可是只要他展现在众人面前 他都已经是一个一百二十分完美的状态 因为他很害怕 别人看到他的细节不对 语气不对 这句话怎么会卡詞 你这个东西明明就要这样介绍 为什么你讲出来说 变成这个样子呢 他不容许别人看到一点他的缺点 他其实没有敌人 他就是这辈子就是自己害自己 对 也就是说明明就是 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举例一开始跟 他就是自己的婆婆就对了 对 没错 你一直扣斗自己那种 对 你就是自己的婆婆 自己的婆婆 就很奇妙 就是我进入到举例 到新的关系 我就会开始想 那如果我离婚了怎么办 就是进入到关系 就觉得他已经要结束 也就是他会去中间 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以至于自己 在做的当中压力就会特别大 可是所以对到家庭 他觉得家庭要顾到 因为我觉得这些 比如说不管是我小孩 我的另外一半 我觉得他们需要很多细节的东西 我要帮他们顾到好 但是工作上面我更需要 因为我觉得别人 在看到我的时候 我更觉得自己是有压力的 所以我把这样顾好 所以聚门 其实相对来说 就像一开始读林哥说的 就偏向劳碌 所以是个自我要求 非常高的一个组合 所以在命中就会特别的辛苦 那确实可以都兼顧到 从好处来讲是这样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来 第二名是我们的泰英这颗星 两位来宾都没有 泰英我们之前讲过 就像一个母爱光辉的形象 那什么叫母爱光辉 就是我对于所有事情 我都非常的上心 母爱光辉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小孩 所以一旦我需要工作 或是我需要养这个家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我就希望 我可以把所有东西 都付出给我的小孩 付出这些东西 所以呢 当我付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哇 他们都需要什么 我就可以做什么 所以泰英是一个一定能够能理人外 我全部都可以兼顾到 我会觉得我只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到好 我就心里就没有压力了 所以泰英就是一个完全付出 所以可内可外 可以工作 然后也可以把家庭都顾到好的一个形象 这样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第一名 最劳碌 最辛苦的是哪一颗 是我们天府这一颗 刚好是我们的浩然性的这一颗形象 我还想说第二队三名都没我 就我第一名耶 天府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 尤其对他自己身边的人 其实天府不是一个喜欢做人的人 也就是天府对到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时候 我要在那边陪笑 我要在那边想你要怎么想 因为他跟巨门就有很大差别 巨门是很重视别人的反应 别人的状况 天府也都觉得说 我就是我自己啊 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 基本上你也看不到我哪里做不好 天府就属于这个性格 所以天府一旦在工作上的时候 很战战兢兢 什么事情都觉得 我把它做到好 可是他觉得我做到好就好 我其他事情都不管 但是在家里的时候 他觉得说家里是我最安全的地方 最能够保护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弄到最好 所以一旦到了家 偏执感就会出现 所以天府对于自己的东西 是有偏执感的 这个东西要怎么秩序 这东西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有我的节奏 跟我的规则 但别人来踩这个线 我就觉得不行 所以就会变成说 我一定要把这东西给顾到好 那偏偏浩然姐不是单纯的天府 你旁边是不是还有一颗叫舞曲 这颗形象 舞曲呢 就是别人没那么好 还会骂人 应该这样讲 自我要求高之外 还兼纠察队 应该这样讲 舞曲是所有里面 在形象里面 肩膀最硬的 最无法放松的形象 肩膀现在超痛的 就是非常硬 应该我这样讲 因为舞曲加了天府 就会变成责任感爆棚 他会觉得就算不是他的责任 他也要把他扛起来 就算我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的做 反正慢慢累积 我就可以学到经验 所以舞曲是一个从做中学 但是其实内心 某些地方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的人 所以他觉得说 我就是把它都做好就好了 慢慢累积 可是太会忍 所以舞曲是一颗心思勇 很容易忍出病来的一颗形象 那面盘上就是这样 但其实有时候 就面盘角度而言 要改变另外一个人 是不太容易的 也就是说 你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固定可以相对的 休闲的一个方式 给做到好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不会这么压力这么大 这样 对 对啊 老师 对 我们观众朋友 怎么办怎么办 我去算命算帅 怎么办怎么办 这就是算命有的时候说 知命转运 知命转运 调整自己 对 好 谢谢老师 来来来 我们回到苦命的这个敬仪 别看他美美的 他其实也是家庭工作两头烧 对 其实也是自我要求很高 压力超大 是 是 是 因为我觉得刚刚真的 就像老师讲的 我自己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不管是在工作上或家庭 那我像我自己 我那时候 女儿大概小一的时候 我本来也想说 家里就近念一下 小学就近念嘛 走路就到那种也很开心 随便念自然快乐长大就好 对 结果发现不得了糟糕 好像念一念 他情况不是很OK 我是那种立刻当机立刻 就想说 什么事情交了一些朋友 情况不OK 就是小一的 我就说那你可以带 你的好朋友来家里玩 这样子 然后来到家里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一起吃个饭 那小孩就把手机拿出来划 那时候才小一 手机拿出来划 对 开始聊天 直播什么的 然后还边吃饭 然后边教我女儿讲一些 你知道那个脏话怎么讲 你知道笔中指 是什么意思吗 才小一 所以那天其实 那一次我蛮心讶 那个饭吃得有点 对 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赶快结束 那种感觉 可是你不可以让孩子觉得 妈妈好像 觉得很不自在 所以那顿饭吃完之后 我就想说不行 我觉得可能不能 就近念这间学校 我只想说 梦母就附身了 对 真的就是 梦母立刻上升 对 你就很担心说 才三个月就这样了 然后我就立刻开始想说 开始准备转学考 那时候想说 那就到台北去念 国际学校好了 那你就可能要让他带 赶快去让他去补习 接他去补习什么的 终于考上了 我两个女的都考上了 我就开始每天当司机 因为我家住在林口 学校在台北公馆 我们每天就是那种六点起床 不到七点 带着孩子出门 而且你还要很早起来 还要把他们叫起来 因为才一年级跟二年级的 这么小的孩子 我就开始很早就要起来 然后我都调脑中 我是那种真的就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说 那隔天 我们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不能够塞车 因为每天 林口你知道那个叫我 到底有多塞 我们都要算好时间 所以我们家小孩永远 都是那种全校 数二 数三 找到的那种孩子 因为我还要立刻 再奔回摄影棚 因为我那时候的节目 摄影棚在关渡 所以我立刻还要再 塞到关渡 林口 公管 然后关渡 对 然后 救命啊 你这样多久了 你这样多少年 四年 因为他们是后来 我这样在了四年 你应该要每个月检查一次 身体健康 我更需要检查 对不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睡太少了 因为我带他们 然后关渡这样 这样 录录录录录 我还是要抓时间 因为我不太喜欢麻烦长辈 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 妈妈的工作 一定是我决定 要让他们转学的 这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就会跟製作单位说 那我大概几点 我们要赶快赶一下 我几点 我要再奔回公馆 我经常会觉得说 我不行 我隔天一定要起来 因为我不能让孩子迟到 因为我们以前当主播的时候 我们一早的班 就是那种六点开播班 你就会很怕怎么样 你就会很怕自己会 睡过头会迟到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我一定要准时起来 然后叫孩子什么 叫孩子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很大一阵子 都是那种月经不规则 然后压力很大 那我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睡不成 我很浅眠 我本来就很浅眠 我就会经常梦到很神奇 我就会梦到 掉牙齿跟秃头 因为我自己我可 对 我觉得压力大 还是怎样 我很常帮到这两个 而且掉牙是那种 我就是那种真的掉光 然后嘴巴 掉光 不是掉一颗 对 不是掉一颗 是一直掉 一直掉 然后你就会梦到自己 整个嘴巴里面都是牙齿 然后还会这样子 就好像咬到牙齿这样 所以我老公就说 你为什么睡觉这样 有时候会磨牙 我就想说 是不是因为我一直梦到 我在掉牙 然后我在磨牙 所以就是不知道 梦到掉头发跟掉牙 好辛苦 那我赶快来问一下 对 解梦 玉旭佩老师 这个静怡她刚提到她做梦 梦到掉头发跟掉牙 这个可以解梦吗 可以 其实在职场上面 有一种人她会过得 比别人还要来得辛苦 那就是自己有目标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期许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 让家人生活得到改善 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她就拼命地拼 那么这些笔画的人呢 刚好就是大家口中的 拼命三郎的一个组合 对 解梦 玉旭佩老师 这个静怡她刚提到她做梦 梦到掉头发跟掉牙 这个可以解梦吗 可以 其实在周公解梦篇里面 针对是掉头发 掉牙 或是指甲掉了 其实她都是跟我们自身的健康 会有一些些的因素 那就拿掉头发来讲 其实解梦篇里面它也有分 梦见掉头发要看你目前 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有所有的太太们 她梦到掉头发 刚好老公最近有外遇 她压力很大梦到掉头发 这个是不利于感情的 因为解法夫妻 解法夫妻嘛 头发掉了 这个可能就会以悲剧来收场 但有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跟健康有关 或是跟意外事故有关 就看她最近她在意的是什么 像我几十年前 我梦到那个头发 一梳头发 就是整把整把的掉 而且连梦了有两次 但是隔了三个月之后 是我弟弟发生意外 就这样走了 所以她会应验在某些事情上面 她并不是立即应验的 其实这是一个心理的压力 尤其是掉牙齿 知道吗 牙齿是骨 牙床是肉 这个叫做骨肉分离 所以在解梦片里面 大部分都会锁定在 如果是掉牙齿的话 你特别要注意就是 父母亲长辈的健康 当然骨肉分离 我们以上来讲是父母 下面可能是我们的子女 那这些都没有的话 就是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像静怡那个状况来讲 大象很多 对 所以就会造成你身体失调 焦虑 躁愈 这些状况都会有 所以不管是掉头发也好 掉牙齿也好 其实在解梦片来说 以自己本身来讲 都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系 所以你看我就说 刚刚那个我听到子卫说 我就想说真的怎么办 结果你这样子撑了多少年 我就这样撑了四年半整整 然后他们学校刚好签到林口 是全校签 他们不是开分校 签到林口 我整个就 有没有全身长满了头发跟牙齿 这样 全都找回来 突然全部就很毛密这样子 突然就好 我就真的觉得压力真的放下来 我觉得我也太幸运了 可是你知道 一山中有一山高 你就有时候什么东西又来了 比如手上又接了新节目 压力又来了 好像永远烦不完 孩子长大了要青春期了 又有不一样的难过 来 那什么姓名比划的人呢 是拼命三郎 玉贝老师 好的 请大家把名字端出来 我们要看的呢 今天要看三个格 人格 地格 或是总格 这三格呢 你只要对到一个的话 你就是属于那种拼命三郎的人 像浩然来讲 他的人格是十九化 地格是二十四化 总格是三十一 那静怡来讲 他的人格是十八 对到地格二十五 跟总格二十七 那观众朋友 你的人格 地格 总格 是什么比划呢 赶快算菜 我们先来揭晓 会拼命三郎的比划 第一个组合 他是为工作拼到历劫 人格 地格 总格 如果分别都有出现十 十三 十七 二十三 二十五 这是静怡的第一格 三十一是浩然的总格 两位都有上版 三十五跟四十七的人 这几个比划的人 其实在职场上面 有一种人 他会过得比别人 还要来得辛苦 那就是自己有目标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期许 还有一个就是想要 让家人生活得到改善 因为他有这样的目标 所以他就拼命地拼拼 那么这些比划的人 刚好就是大家口中的 拼命三郎的一个组合 因为他们在工作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拼 他不怕苦 然后也不怕累 就算是很累 他也能够 反正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他懂得自我抒压 或是说他治愈的能力很强 他常常会催眠自己 告诉自己 自己给自己来打气 那认输这两个字 在他们身上 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他们的好生心强盗 就是他不想被别人比下去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不如人 其实他们心里最重要的 一个目标就是要赚钱 还有一个就是在能力上面 一直要自我提升 他不希望自己的 因为结了婚之后 能力就停顿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 他就不断地努力地付出 那累了个半天 就是希望能够家庭得到改善 因为他心里面对钱 还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 没有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种求人借钱 在他们来说 那个自尊心是非常非常受伤的 那还有他们非常的顾佳 其实这么累这么的拼 累了个半天 就是要让后勤能够得到安稳 所以为了这些 他们真的是卯足了自己 全身的这些力量 那这些笔画的人 其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对自己就有些规划 所以为了他的这个规划 他的理想他们起步得很早 所以有很多跟他同年龄的人 还在那里茫茫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 他们在职产上面 已经打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 第二个组合是为了加而不宜余力 人格 地格 总格分辨出现了 十二 二十一 十九 二十四 浩然 二十二 我什么都一直有我 二十七 静怡 三十六跟四十三的人 如果这两个都有对道的话 这种人叫做蜡烛两头烧 真的 那刚刚听了两位的过去的故事 的确是在蜡烛两头烧 其实这些笔画的人 他们觉得工作和家庭都很重要 最好这两件事情都能够兼顾 因为他缺一都不可 可是偏偏他们很重视家庭 有很多事情都是以家事为优先 所以你要这些人去排顺序的话 哪一个最重要 有很多女生 他们都会把家庭摆第一工作摆第二 所以你看有大概有三种女生 有一种他干脆为了结了婚之后 好好照顾小孩 好好成就他这个家 他可能把他很好的一个工作 很有成就的工作 然后给放掉了 这一份可能就是一辈子 就在家当家庭主妇了 那还有一种人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小孩子还不能放手的这个阶段 他辞掉工作在家带小孩 等到他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 他再回到职场上 可是中间空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社会一直都在进步 他们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重新就好像开水一样了 冷了之后 你要再把他给点燃烧热 他必须要有好长好船的一段时间 回到社会 这个中间的追逐 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 那么还有一种女生 就跟静怡一样 八爪张颖 又是职业妇女 又是人妻 又是妈妈 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 所以最后累的就是自己 那也有一些男生 他为了要照顾家里面 他可能放弃了一些 比如说外调的机会 外调就会升官 他也可能放弃了 目前升迁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一升上来 他回家给家庭的时间 就会很少了 总之这个比划的人 算是家庭里面的一个苦力者 总之就是说 他扛起了家里面的大小的责任 那不管你对到的是 上面的工作 还是下面的家庭 还是像两位一样 都有两头烧 真的有的时候 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 你一定要放 因为不管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体力真的是有限 到最后如果说 因此而让你的身体状况 出了一个问题 那真的是很划不来的 所以这两个组合 就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想到辛苦这么多年 终于辛苦都要过去了 好日子要来了 但是呢 就是说老天爷不会 这样轻易就放过你 年轻小朋友 小时候可爱 到了最讨厌的 就是青春期 没想到最讨厌的 竟然还不是小朋友的青春期 是老公的更年期 原来老公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的 现在说浩然 你们家老公年纪大了 忽然王中平变得爱顶嘴 前两年的时候去法国玩 然后我们在那个 香榭大道那边 就找了一间法国餐厅 然后我们就一家人进去 进去之后叫点餐嘛 但你知道那食品上面 很多是那个法碗 谁法碗看不懂 我老公在看的食品都说 我会点 她说她会点 她说她会点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我们三个人 就点了热食啊 包括什么 意大利面啊 还有淡菜啊 什么很好吃 然后我老公就在那边等 他的菜最后才来喔 然后又很好奇 他到底点了什么 他点了什么 没想到最讨厌的 竟然还不是小朋友的青春期 是老公的更年期 原来老公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的 现在说浩然 你们家老公年纪大了 忽然王中平变得爱顶嘴 我跟你说我老公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譬如说他有时候开车 他就跟我说他要走这条路 我说这条路好像 好像不会到 那一边比较快 那他以前就会说是吗 他就会想说那就好走 现在没有 现在他常常会说 走这条路 我说这条路不会到啊 他说 我开车还是你开车啊 哎哟 还有十八七喔 天呐 我开车还是你开车 这句话有点 对 她说 我常常在开这条路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不像是我老公会讲的 对不对 我觉得傻气太重 对 所以刚刚老师有讲嘛 我就会开始自己调试 开始忍 我不是会 我感觉让大家认为 我是马上会顶回去那种 没有 他不是 我就是长得好像会顶 但其实我就会安静 然后在车上我就不讲话了 然后就觉得说 好吧那就随便你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开开开 开到那边之后 然后就死路 然后我就会 他又要开始慢慢的巴骨 我就跟他说 其实老师那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就安静 可是我处女做个性 死路又不能 你碰到死路 你旁边又不能说 你看巴早告诉你 这时候又不能讲 我就是这样子 你讲啦 我的个性就没有办法 当一个都安静 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巴 我刚刚就跟你说 这边不要走 他就更火了 他就会更火 来开始讲很多 然后我就改不了个性 我们前两年的时候 去法国玩 然后我们在那个 香榭大道那边 就找了一间法国餐厅 然后我们就一家人进去 进去之后叫点餐 但你知道 那餐饭上面很多是 那个法碗 谁法碗看不懂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真的看不懂 我们就看到 按照图片好了 或者隔壁桌吃什么 我老公在看那餐饭 就说我会点 他说他会点 他说他会点 然后我跟我儿子女儿 就想说好吧 那你会点 你坚持你要点 那我们就自己 我们就按照图片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 我们三个人就点了热食 包括什么意大利面 还有淡菜 什么很好吃 然后我老公就在那边等 他的菜最后才来 然后我们就很好奇 他到底点了什么 他点了什么 对 然后过了一会儿 就看到那个服务生 拿了一个大盘子拿过来 然后大盘子这么大 然后中间那个东西这么小 一坨冷的生的牛肉 然后那牛肉是剁碎碎 然后再用一个容器 把它弄到这么一小坨 很美 然后送来之后 然后我跟我儿子女儿 就一直在忍 我就说 我说这是你点的吗 我说你应该是想要点热食吧 我说我刚 你看我嘴巴又开始了 触你做 忍不住 我说你刚刚其实就应该 就指图片或什么没关系 你们刚刚都点照片在点菜 他非要点法文 对 我老公就说 我就是要吃这个 你跟 很耗面子 很耗面子 他说我就是要吃这个 我说你刚刚应该不是想点 他说我刚刚就知道是这道菜 我就是要吃这个 所以你们前面在吃 面包抹奶油 喝热汤的时候 然后意大利面淡菜什么 很好吃的时候 他就在吃它那一坨冷冷的 肉 然后吃完之后他不开心了 他就开始 然后我们吃完离开之后 因为我们坐了饭店 在那个凯旋门后面 他就一个人往前走 然后我跟儿子女儿 就在后面跟他隔很远 我就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嘛 对不对 他就一个人走很远 然后走离我们大概超远的 一路走到饭店 他也都不讲话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老公不是当年 我嫁给他的时候 他一定会说 那个我刚刚点错了 你那个蛋菜 可不可以给我吃一点 就现在变成说 我就是要吃这个 隔天除非我当作没事 因为整团人很尴尬 我还要主动跟他讲话什么 他才会当没事 如果说你都不跟他讲话了 他整趟旅程 他可以就是闷到回台湾 是不是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我老公对不对 真的 对 他就是 他翅膀硬了 他现在翅膀硬了 胆子大了 胆子大了 在法国就可以 把我们想把我们丢包了 这有机会来算一算 就是人到了中年不是更年期 就几岁的时候 我们变成上升星座的时候 性格会不一样 但是回到静怡这边说 你们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大女儿现在进入青春期 也在性格也开始有点变了 对 叛逆期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我觉得 现在女生不是都很流行 穿那种两极 就是短裤要很短 然后上衣也要很短的那种 那中间空的 对 中间的那种空的 肚子会着凉 我都觉得碰碰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要把她 以前方法就是 把她肚子眼贴一个 贴起来就觉得 比较不会碰碰的感觉 肚子不会胀气 可是他们现在 因为女生都想这样穿 然后她也很想 可是偏偏因为 我从小其实就是 居然家庭长大 我比较保守一点点 然后加上我自己高中的时候 穿体育服 长袖长裤 碰过变态迎面而来 抓了一把 朝我胸部抓了一把之后 我就一直其实不太敢一个人 穿着很短的裤子 或太暴露的衣服走在路上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 心里面的阴影 所以我一直跟我女儿讲说 心里面出去这样穿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我会这样跟她讲 她也不相信 那有一天她穿短裤 跟妹妹弟弟一起在百货公司 然后她带着弟妹去洗手间 然后他们就碰到一个人 一直跟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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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了好几个专柜 然后她就觉得不太对劲 好好笑 他们又把弟弟妹妹 带到厕所躲起来 就弟弟躲男厕 他们两个躲女厕 所以很久我想说 怎么都没有回来这样 然后一直到了 过了十来分钟 他们才从厕所回到餐厅 我说你们怎么 她说我刚一直碰到一个人 一直跟着我们 一直跟着我们这样 然后我觉得她应该是怪怪的人 然后我就说 所以我怎么跟你讲 后来她现在我跟你讲 那一次之后她就学乖了 她现在出门 夏天也穿卫生衣 卫生服 都长裤这样 她现在就是T恤 多长 还超级 这样有没有 另外一种流行感 就是宽大的衣服 超级 她吃过一次亏之后 她就知道了 她就知道说 其实妈妈的立场是保护你 你不要跟她严格规定说 没有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要这样穿 你就让她一次 你就让她试试看 她就那次真的是穿着短裤 没有到两节衣 因为我们家孩子不行 所以她就还是穿着短裤 碰到一次她就知道不行 妈妈讲的是真的 现在不敢 我真的想到一个新兴行业 就是妈妈可以专门找人 假扮变态 变态 吓女儿 有没有 只要她穿两节衣 对 就吓她 对 也是 然后就一直跟她这样 所以就真的是 省得妈妈一直念 是 不错 不错 来 问一下白玉老师 什么星座的女儿 容易是爱操凡的妈妈 是的 大家以为我们长大了 独立了就可以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但是不行 有些角色就是这样 我步入了这个妈妈的角色 就是爱操凡 但是爱操凡也有排名 那我们前三名最爱操凡的妈妈 到底是谁呢 请大家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上升月亮 四宫六宫十宫 大家看得出来 妈妈都爱操凡 好 所以我们来先看第三名 双鱼座 双鱼座怎么操凡呢 做好做满 亦师亦友 来整套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浩然姐月亮在双鱼 我今天就整个操凡 多事鸡婆的都有我 都有 好像有点可怜 那为什么呢 其实老天爷不会放过你的 对 其实操凡是一种角色 或者是一种生活形态 但事实上 这一类型的妈妈 你让她不操凡 她会觉得很空虚 她一定要做好做满 这时候她觉得虽然我累 但是我好有成就感 我心里面觉得很踏实 我该照顾的人都有照顾到 再加上她觉得 我跟我的小孩子 或者跟我的另外一半 没错 我要念他们 我告诉他们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时候可能会绕过 那个让你不舒服的点 但是如果我直接教他们 我会觉得 我也没有做很好 万一她反口咬我 说其实妈妈 你也怎么样的时候 我也不好说 所以这时候就以朋友的角色 我建议你怎么样 而且我自己也曾经 遇过这样的困难 那这样子建议之后 大家平心而论 互相参考 是不是就是一个友好的态度呢 所以对于双语来说 超烦很多事情都要来忙 但她的心情是快乐的 被她超烦的人 其实听一听也觉得说 嗯 其实妈妈说得对 所以这部分女生呢 我觉得她有成就感 你觉得她累 她会觉得不 我很开心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名 是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是青春时的孩子 会怎么样 她会反弹嘛 对 你都是想太多啊 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大事小事 我帮她去 你喜欢穿短衣服 我就帮你买一件 没有问题的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只是怕你遇到问题和状况 对 帮她做了事情之后 她觉得妈妈支持我 我遇到状况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叛逆我自己买一件 我遇到状况自己负责 而是妈妈支持我 所以我做了一样事情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中招 跟我妈妈说的一样 第二名 是 天蝎座 静怡姐的太阳是天蝎 对 这个怕来自于什么 天蝎天生的不安全感 因为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它有好的一面 就有不好的一面 那天蝎常常看到的是 我截取了好的一面 但是风险如果我不把握的话 这个好的一面 很可能就会降格 然后这种我想要好 但是却做到了一种状况 是我没有避免不好的东西 这样加起来好像我也更没做 好像没有两样 所以在这时候怎么样来加分呢 就是我提前想好各种可能性 把这些可能性防范于未然 这就是操心的来源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是青春期的孩子会怎么样 他会反弹 你都是想太多 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大事小事 我帮他去 你喜欢穿短衣服 我就帮你买一件 没有问题的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只是怕你遇到问题和状况 帮他做了事情之后 他觉得妈妈支持我 我遇到状况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叛逆 我自己买一件 我遇到状况自己负责 而是妈妈支持我 所以我做了一样事情之后 好像不小心中招 跟我妈妈说的一样 所以原来妈妈不仅支持我 还很爱我 这些不好听的话 原来是爱的另外一种表现 那么这种超凡的妈妈呢 通常是透过验证 透过各种各方面的资讯 验证好说妈妈说的是对的 她反而觉得说 你看吧 虽然我做了坏人 但是最终你会认为 我是关心你的 爱你的 这样就够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好 处女座 处女座的妈妈 是的 尽职尽责 大人小孩都照 必须说 好可怜 处女座是土象星座 好可怜 对 她心里想的就是 所有所有的状况 全部都会整理一番 对 好像在经营公司一样 对 有逻辑 有深度 有广度 全部都想好之后 还要给自己打分数 打好分数 还要分门别类 大人怎么样 小孩怎么样 大人小孩之间的配合 又是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 让处女座再处理个家庭 就等于一个精算师 再加一个会计 再加一个执行账 合在一起的感觉 这种很复杂的状况 一般在家里 我们想要放松 想要归属感的时候 家人配合起来 会有点累 但是处女本人说 没关系 我自己累就好 你们大概给我一个结果 让我觉得都安全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状况下呢 大人小孩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不用想那么多 我也不用做那么多 就算我做错事了 我们家的妈妈会找我 对 在这种状况 其实累就是累在 有一个回馈是 我妈妈都可以做得好 勤劳的妈妈 就会有懒惰的小孩 对 勤劳的太太 就会有懒惰的先生 真的 对 所以带来的回馈就是 所有的责任都是我的 该我的不是我的 都是我的 而且处女有一个状况是 我不会提前说你 不会像天蝎 还没发生我就警告你 我可能不太会讲 但是一旦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验证的结果出现了 我拿着结果实打实地跟你讲 你说不会 现在看到了吧 我超爱拿结果 真的 你看 开到死路了吧 是不是 立刻 这种话特别让人 对 但是 读音乐不能不让我们讲 是 也是 我们先这样好了 先肯定 然后再检讨 先肯定 肯定就说 你吃的这个牛肉 要我这样点了 我也觉得不好吃 先肯定说 不是因为你点错了 执意要用这个方法 怪店家 叫经理来 对 经理 我老公明明就点牛排 你怎么送错了呢 他会好爱你 怪别人 对 我觉得夫妻关系 就是这样 这也是浩然姐 可以结婚16年不离婚的 26 26年不离婚的状态 就是我越难的东西 我越想要去找方法解决 那一开始一定是难受 因为真的就是 大家磨合不起来 所以才会有这种缝隙出现 但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语言 可以透过沟通 就能把磨合的事情磨合好 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 因为大部分要花钱 要怎么样才能磨合好 所以处女座 还是可以考量说 我的语言 第一句可能是肯定 第二句觉得说 老公我这样讲 你不要多心 我只是替你觉得不值 第三句再来说 下次你如果觉得说 没有就是好像没面子 这样点图片 我一个大男人 那就老婆我帮你代劳好了 解决方案 试试看 试试看 浩然 说你的放松方法前面讲是 你半夜烫衣服 刷油漆 折衣服 做家事 你到最近开始是做面包 放松鼠牙 对 我这几年就开始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找一个事情 是我喜欢 然后我在做它的时候 我脑袋不会去想太多事情 这就是静心 对 有人是用画画 有人用听音乐 但是你用做面包 让自己专注 然后去静心 对然后我做面包就是我也不拿来做生意 我就会送朋友 这个是牛角 这个是德国德式的那个咸面包 里面有时候包火腿什么的 这个咧 然后这个是果冻 漂亮 你也太夸张了 它是果冻 然后再用红萝卜 或是火龙果那些颜色 天然的 然后天然颜色 用针筒打进去打成花 你这个要搞多久才能做出成品 它其实不会很久 因为它就是把那个 可是你前面的前置后置什么很多吧 前置也还好 那这个是最简单最快的 这还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那面包是最久的 因为面包你超 这个为什么可以做成一个 兔宝宝的样子的吐司 对那就是因为前两年 你知道处女座就是有种个性 因为我去某一个百货公司 看到一群人在排队 因为前两年不是出了这个兔兔 猫咪吐司吗 对 我就觉得说猫咪吐司 我为什么要在外面排这么久 然后这么贵 自己 自己做 我就回家就自己做了那个兔兔 还有猫咪 下面是熊熊 这是熊熊的 对那我就做给小孩子当早餐 是 我就觉得说自己做 我就不用去排了 然后那个是马卡龙 马卡龙也自己做 马卡龙也自己做 我就觉得在做这些点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就劳碌命 而且从你的作品可以看得出压力很大 这个今天带到我们棚里面 这个叫可力露 对 这你又最新的 这是因为我女儿她喜欢吃可力露 我就说好那妈妈去学 我就去 对 这我先试试看 好 为了孩子好像可以做好多事 你为什么这可力露是边边还是脆的跟酥的 那才是好吃 因为其实真正好吃的边边要是脆的 是 没错 所以我 因为它这个很累 它不像果冻 果冻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做好 这个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 而且面糊要前一天就要做 做好之后你要冰冰箱 冰12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温 回温你可能要花两个小时去烤 然后要用最高温去烤 烤完之后等它冷却 你要马上进冷冻库 因为你不能放在外面 它湿气慢慢会 然后你们今天吃到的是 我早上从冷冻库来的时候 整个从冷冻库拿出来 然后到这边刚好退冰 刚好退冰 刚好最好吃 刚好退冰为什么还是脆的跟酥的在碰烟 对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就是劳碌蜜 我连可力露怎么回温怎么样 我都要 都会去想好 对 你压力真的很大 那你这些都 你这些都挑战完了 你接下来想挑战什么 没有 目前其实也没有挑战 你挑战做航空武舰什么 就是我前一天做完面包之后 就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考个证照 我就想说那好吧去试试看 然后我就在三个月前 就考上了证照 我就觉得对 你知道考证照的那里 王冬平是有把你气到什么程度 连证照都考完了 考证照那两个月 我整个嘴巴都长东西 因为你压力很大 因为你很久没念书了 然后你突然要开始去背所有的 丙级的所有考题 然后现场一到现场 就是所有的师傅在那边 然后你就要开始不能讲话 九点钟我们到了考场 考到五点 然后你不能上厕所 因为你上厕所 你要把全部帽子 衣服 整套换掉去 所以我后来考案证照之后 我就觉得说很开心 然后就有人说 那你要不要挑战乙级呢 又有试做了 暂时先饶过自己 这样的人呢 王中平 气死他 就全家伙的朋友 就都有得享受了 对 越做越多 他可以发挥出他 他无限的潜力 对不对 所以气死他 气死他 气死他 趕快打电话 钟平哥 来 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我职责内的事情 他常常想的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这个完美的状态在于 我自己怎么想 别人怎么看 然后整个环境资源要怎么整合 让我达成这个目的 但是人间就是这样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意外啊 资源的福贝族啊 导致我们很容易有努力感 因为我自己想要 那个目标太高了 我们问一下白玉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呢 想的比较多 超烦 容易睡不好 对真的 现在人最大的罩门 不是说没工作没有资源 而是没有睡觉的品质 那在这里我们大家参考一下 太阳上升月亮天王星海王星 四八十二宫 都跟你的睡觉的表现有关 先看一下第三名 最睡不好的第三名 天秤座 怎么说呢 无力感 自我认可不足 来 天秤座浩然节的天王星在天秤座 怎么说 天秤座通常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我职责内的事情 他常常想的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这个完美的状态在于我自己怎么想 别人怎么看 然后整个环境资源要怎么整合 让我达成这个目的 但是人间就是这样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意外啊 资源的不被阻啊 导致我们很容易有无力感 因为我自己想要那个目标太高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减压 就是我们把那个想法往低压一点 妈妈就很有经验 浩然节的妈妈说 看人不要看九十分 看到六十分就好 这是很棒的有智慧的观念 那自我认可不足 其实是来自于 自己对于自我的高要求 完美要求 也就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太多 我们要多了解自己 天秤座尤其是 不要想着说大家怎么想 我就要跟大家一样 我要多了解自己 我在这件事情上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那个无力感才会下降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天蝎座 静怡姐天蝎座 怎么说呢 太担心压力导致不安 对我觉得这也是 睡眠障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担心 各种担心 心里 醉醉不安 惶恐不可终日 所以我一定要 在任何状况下 要stand by 对 当一个人stand by的时候 那真的就变成了 完美主义的奴隶 对所以在这里 我们太担心要告诫自己 对 对我担心的是 真的需要担心做好准备 还是庸人自饶 我想太多 对在这里 我们导致压力的状况 很多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但其实情绪就是这样 这情绪无限放大 就会变成一个指老虎 然后一直吓我们 好像百分之百没有做好准备 我的未来就是看不到边 对但其实 我们不用百分之百的准备 人生还是可以 往下一个阶段走的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好我们来看第一名 谁睡不好呢 解决教育的方式 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 叫做持续地找下一个目标 跟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完成 这样就好了 我们来看第一名 谁睡不好呢 金牛座 金牛座会睡不好 对 想很多情绪干扰睡眠 金牛为什么睡不好 其实大家都以为说 金牛很会享受人生 买鞋子吃美食 很会存钱 他不可能想太多 但是你看他这么会抵制欲望 或者是应用欲望 让自己把人生过得相对享受一点 他背后如果没有长期的规划 和很精准的精算的话 他不可能达成这么微妙的平衡 所以他这种想很多 不是拥忍自扰地想 他是天生精算师上身 不得不想 把自己当一个超级电脑在使用 但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这样没有问题 等到中年或者是年纪比较大 我们的代谢各方面 已经跟不上的时候 这种想很多 就会变成一种情绪 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扛这种完美的计算 所以我觉得金牛 有时候你觉得人生需要享受 需要规划 但是更多的是 我享受的初衷有没有保护好 睡不好 那给自己一个很美的环境 很美的心态 这个状况下才能保证 我们在生活日常的节奏里面 是安心而舒适的 OK 谢谢白玉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问阿美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你必须 必须 必须要放轻松 你才会更好命 OK 好 其实这个题目 我们就反过来说就是 到底谁压力最大吗 其实这个排行榜就是这样 是真的 对 一二三名 到底哪一个组型压力最大 我们应该看我们命工的部分 来第三名就是我们命工上面 是五曲的这颗星象 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 这颗星象 五曲呢 我们刚刚讲到所有事情里面呢 压力最大 一定要有事情做 就是这个组合 所以这个组合 压力来自于什么 没有事情做 这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 五曲是一个非常特别 压力来自于没有事情做 对 五曲的状况是 他一定要有一个重心 让他知道 他现在或是明天可以干嘛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他就会焦虑 尤其是女生 当下没办法只做一件事 就是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到 我等一下可能还要去煮饭 我等一下可能要先买什么 我明天可能要准备些什么 就明天再做一件事 可是没办法 会一心而用 但是无权能力特别强 所以强才能够一次 有两个想法的思维 所以这个组合很难放松 无时无刻都有事情 命苦比较累 对 没错 是这个意思 但是解决方法就非常简单 就是一直不断找事情做 你会发现浩文姐刚刚的故事 她自己有讲 她明明就可以过着 比如说就好好弄蛋糕的生活 但她会发现 考证照好像不错 她就把自己跳入了一个 有压力的环境之下 所以无取解决教育的方式 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 叫做持续地找下一个目标 跟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完成 这样就好了 再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我们的连针这颗星 两位来宾都没有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连针这颗星在命盘上面 是标准把100分 会做到120分的形象 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高的形象 所以如果你的命工是连针 你会发现我做什么事情 很在乎别人怎么看 别人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以及别人的外表 让我看起来我呈现出来是什么 所以心理压力自然大 所以连针如果要解决 自己的情绪问题 有个状态就是 你可以多去探索自己的 比如说生活 创新 甚至出国 旅游 会让自己放松 像刚刚的吴曲 我就不建议出国旅游的原因 是因为吴曲有时候出国 压力更大 他会觉得我要准备这个东西 我要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那个谁好像这个没做好 我一定要怎么样 他反而压力大 冠洗包里面要带什么 保养品要带什么 你的安全药包要带什么 从结婚第一年 所有出国旅行都是我 我老公就只要忍去 吴曲是找事情做 但这个事不是叫做 我叫去玩 我反而不会说吴曲去玩 而是你去享受 你生活中的成就感 他享受不了 对 他冠洗包 就要各种房屋 大瓶怪小瓶 要装多少 几天份 这个要玩了要擦什么的 拿自己点错菜 他还走很前面 对 但是他在做的当下 是满足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最辛苦的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们 剧门这一颗星 刚好就是我们 剧门 叮静怡妈妈 一直都 刚刚也是剧门 来 为什么剧门 是第一颗星呢 那是因为 剧门有一个特质 完全无法放松 就像刚刚说 吴曲的特质叫做 我只要去做 我就可以放松 对 剧门的特质是 他的不放松 是脑部无法放松 也就是说 他是一直不断在动的脑 他是一直不断 刚刚的思维想法 我们都介绍过 他一定会用一个最悲观的思维 去面对他的生活 以至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任何事情都这样 他其实心里是很累的 他其实无法轻易地放下 自己觉得说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在意这些事 因为剧门都会怕 我如果不在意这些事 是不是就会出事 如果出事 我也就会后悔 如果这样后悔的话 我就觉得我对自己会过不去 我觉得我受不了 所以反过来之后 他就变成 每件事都要这样做 包含做任何细微的事情 所以剧门是里面 最难放松的星象 所以才会变成 放松更好命的星象 在我们第一名就是这个原因 比如说剧门 如果你跟他说你要放松 你要做些什么 你要排解压力 相对来说 他会觉得说 有时候我就没办法放松 你叫我放松没有用 所以反而你顺势而为 把他的个性特质 放到真正做的事情上面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好 反而想清楚了 对 反而想清楚 往自己的性格上面走就好了 与其躺在床上 睡觉前在那边 一直想不如拿一个纸笔 好 把它都写下来 想到都敢写下来 改善 怎么样改善更好 对 然后就到了第二天 企划书就出来了 然后人没睡 然后还一直在那边抠制作人 这样我想到什么 拉他一起不顺 那就需要交元定次一下就好 所以静怡 你最近搬了新家 你还不放心 风水很重要 你请风水老师来看一下 然后安了一对皮修 让你财运大开 因为我觉得要人也要神 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演艺圈中 终究会担心会被影响到工作 对不对 会不会想要财运 所以那时候 我们搬新家的时候 就在财卫的地方放了一对皮修 然后是有请老师来 他说要点眼睛 不然的话皮修是看不到路的 点眼睛 对 所以其实有请 跟我们华龙舟的那个龙舟一样 要点金 对 所以那天有特别请老师来点金 然后这一对是一公一母 这是你们家 对 我们家的财卫 好可爱 然后有放一个小桌子 你还特别 放一个别触碰 对 因为每天要喂水 他的水会 会据说老师是说他会喝水 他出去帮你咬钱 回来要口渴喝水 所以一定要不时的 记得要维持在八分满 然后又不可以被别人碰到 绝对 所以觉得好像也还蛮有效的 至少疫情没有影响到工作 冲告量什么都很稳定 所以我是觉得 也许他真的有出去帮我咬钱 OK 来 李玉霏老师 一金占卜 未来一个月我可以轻松又好命吗 好的 现在夏日炎炎 老师帮大家准备了四个景点 让大家去消暑 然后这四个景点当中 每一张牌里面隐藏着一个挂像 那他可以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到底在哪一方面 你可以轻松又好运 那这四个景点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是海生馆 里面去看看企鹅 看看水母 看看各种海中的生物 第二个景点是赏金船出 还去看看鲸鱼吹吹海风 然后第三个景点是海水浴场 去冲冲浪 去堆堆沙堡 或是去玩玩水 第四个景点就是水上乐园 这个亲子关心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可以呈现的一来 五一二 好那浩然你会选哪一个景点 来一二三四 我会选一 就是有冷气吹的 是 真的 我也是有冷气加一 对 真爱 静怡呢 我会选三 好 阿梅老师 我选二 阿梅老师 对 香蕉船 顺便可以看飞弹 二比较自然的 自然的 好 我会选二 远离尘宵 还看一点有灵性的生物 对 在太阳 还会遮泡遮滑 是 您不可能去海生馆吧 我是海生馆 因为它有冷气 好 我们都选 但是在这里 这个水上乐园好像没有人选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揭晓 年轻才会选海上乐园 真的 真的 如果是我 我也去吹冷气 但是我们没有人选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 有人会选 年轻的会选 对 去水上乐园 观众朋友如果 你选的是水上乐园 哪里好灭 这个叫做雷地狱 浴挂其实它代表 是快乐的意思 代表什么呢 亲情也好 爱情也好 是两相宜 就是只要是跟感情有关的 最近你们都非常的和谐 所以它有七十分 是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好了 有人要到海参馆 包含我 好 到海参馆 这是什么话呢 这个叫做地哲林 欢迎光临 好 代表是哪一方面 代表贵人相助拉一把 不管你是在工作上面 或是任何事情上面 遇到有挫折了 这个时候 有人出来提点你一下 然后全部的事情 就迎刃而结 所以这是在工作上面 轻松又好面 所以它有八十分 然后静怡 选的是 去 海水浴场 海水浴场 完了完了 糟了 这个太阳可真是特别的大 好 这个叫做三雷仪 其实仪卦代表是养生的意思 是 代表什么 代表你心里面是身体就很健康 所以是跟健康有关的 你希望的健康有达到了 对 那个维他命D什么的 维他命D吸收得非常充沛 所以它有九十分了 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位老师选的 就是去赏金去了 这个卦叫做 就是向上升的意思上升 所以代表是什么 财运如潮 钱财滚滚来的时候 有一百分 未来一个月是在钱财上面 让你很轻松很好面 所以这四个卦呢 就给大家做参考 来 观众朋友注意了 马上我们好玩大放送 节目最后要送给观众朋友 能够让你青春美丽的小礼物 请上面也好玩 脸书官方粉丝页 查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感谢收看 拜拜